中国大陆奥运乒乓 男子团体16强 对上的印度我们都知道 可以直接晋级啦 不过还是要打一下 3比0是横扫了印度 真的是天王等级 马龙耶 樊振东耶 还有王楚清耶 这些非常厉害 当然把印度给打趴了 好 再看到下一张 因为印度很呛啊 说要怎么样 说要把中国大陆给 那个赢过去 因为我们都14亿人口嘛 然后呢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 真金牌跟谁金 这个跟谁在真 跟美国对啊 那这个中美在对抗啊 你这个印度 真的是很后面 印度是14亿人口没错啦 那金牌数0啦 银牌数0啦 印度不容易啦 印度我想我们观众朋友 你说得牌 得成这样不容易是不是 不是 印度那张嘴不容易 那张嘴 OK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是这样子 是你记不记得 那是光辉战机 对 光辉战机 印度就一直强调说 我们的光辉战机 是人类间最棒的战机 而且可以碾压 这个中国的歼二使 当时讲得很明白啊 对啊 就是我们的光辉战机 可以彻底的 碾压歼二使 这样的一个豪语 然后讲完了以后 莫迪不是就去市场吗 没错 市场以后就在莫迪的眼皮 底下蹦一下就摘下来 摘下来以后 没关系啊 他们还是碾压 可是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会特别 要提这件事 因为啊 最近传出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就是巴基斯坦 向中国大陆买这个 歼31 对不对 F 那个买这个歼31 是外销型的 然后飞行员据说 这是传说 据说也已经在中国大陆 训练了 准备要开始接机了 那印度就着急了 那我们都知道 歼31啊 它基本上来讲 是属于轻量级的战机 而歼20是重量级的 那歼20是空U型的一个战机 那你都说你碾压歼20 你在怕FC3要干嘛 没有 现在印度传出是 它迫不及待的 要跟美国买F35 对啊 那你在怕什么 所以我的问题就在于 你不是你说你的光辉 战机可以碾压歼20吗 那现在这个巴基斯坦 向中国买 又不是买比歼20厉害 这种是属于轻量级的 这个歼31 那你的光辉战机就够了 你把它量产就好了 你为什么迫不及待的 要求美国卖你这个F35呢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印度在吹牛 然后那个牛皮吹这么大 吹这么大 吹这么大 好了 然后在奥运比赛之前 印度又向国内宣传 我们这一次要碾压这个中国 我们要彻底的击败中国 结果赛程已经过了一半了 过了一半了 现在开始倒数即死了 因为八月了 到八月十一号结束 那已经倒数即死了 现在只要九天了 因为都已经在收关了 现在金牌数一直越跌越高了 那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法国 原本还可以跟中国拼 现在已经掉队了嘛 但是因为法国是主办国 它可以直接有特权 安排一些人员 在特殊的位置上 所以法国得到更多的金牌 那本来就是 你主办这么一个奥运辛苦 给你一些机会 那这个理所当然 但是法国已经 已经开始掉队了 所以现在是中美在较量 那当然美国是不能小觑 美国坦白说 它本来就是运动大国 体育大国 一直都是 现在是中国要跟它发起 这个冲锋发起线 要跟它较量 那中国看的是美国 结果印度看的是中国 这个量级不一样 量级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 我们已经19斤20斤了嘛 印度是零净 零银 一个零银的印度说 我要念压你中国 你看一张嘴 我觉得印度最漂亮的地方 是在于指出这一张嘴 指出嘴银 这张嘴很厉害 这张嘴可以赢中国的航母 赢中国的歼20 赢中国的高铁 赢中国的基础建设 赢中国的GDP 赢中国的工业生产力 现在还可以赢中国的奥运 厉害 一张嘴厉害 我确实承认一件事 印度你这张嘴绝对赢中国 对啊 因为中国人是比较谦虚一点 因为我们吹不了这个铁 我们吹不了这个铁 因为你要实打实的 拿多少金牌 还会害羞 会含蓄嘛 我们都知道谦虚是美德 好那中国大陆 不只是跟你不同量级 这个中国制造也不得了 我们知道法国 欧洲现在也有点热 就中国制造的降温神器 叫不夹腿毛的冰姿良席 成为众多欧洲人辛丑 已经卖爆了 江苏说生产商 7月订单增了120% 还有电商预定的这个单 比同期多了288% 重点是中国制造是碾压全世界 已经14年制造业第一名了 然后23年的制造业排名在这边 来到了全世界35% 造了什么东西呢 手机全世界53% 汽车36% 电视90% 造成49.8% 会要5成 家电56% 机器人 化学公钥 这个服装 眼镜等等的 这才是2023的数字 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不夹腿毛呢 这个指的有点就是在暗示说 那个榻榻米会夹铁毛 你不要这样 这个是专有名词 这种大陆在推销都这样讲 不夹腿毛的这个冰丝良席 我们在台湾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 因为过去没有冷气嘛 过去就有电扇 那我们夏天来的时候怎么办 足的那个凉席 我们当然就是睡凉席嘛 那凉席它的织法 其实就是以前榻榻米的那种织法嘛 以前日本时代的时候不是有 那个榻榻米吗 那其实榻榻米就是从中国早期的 这个凉席的这种交叉型的 这种方式改良过来的嘛 那也就是说在过去我们是用凉席 然后底下铺背嘛 然后上面铺凉席 但是因为它有缝 真的会夹腿毛 我也被夹过 很多人那个腿毛夹得很痛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凉席夏天没有冷气的环境下 所以这个凉席当然舒服了 不过一夹腿毛就被惊醒 所以一半以后好痛啊 然后就被醒来 一翻身就假的 对那中国大陆织的这个完全 那个凉几乎没有了嘛 那也就是说那么的细 那么的针织 它是科技材料 对200针啊 那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它又凉又不讲腿毛 那当然是欧洲人欢迎 因为欧洲到坦白说 很多观众朋友到欧洲去旅行 你会真的会纠结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夏天的时间 真的让你承受不了的夏天时间 真的没有几天 没有很多天 可是你买冷气 你365天里面有350天 几乎都用不到 你会觉得浪费又占空间 但是呢 你要熬那个十几天又很痛苦 对 尤其是如果说都是海绵垫的话 又很痛苦 所以粮席 它真的就很有功能了 而不假腿毛的粮席 它就很受欢迎了 当然大麦啊 好那另外你提到的 有关于中国的制造业 其实美国现在最痛苦的地方 是在于 我们都知道制造业 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 最重要的地方 没错 而美国当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 由于它的土地成本上涨 人力成本上涨 所以使它的企业的竞争力 越来越出问题了以后 它不得不离家出走 其实并不是说 别人国家抢它的土 抢它的事业 其实不是啦 我觉得美国人都在胡 尤其是范思胡说八道 范思现在在讲说 中国人抢的美国人制造业 这个人信口开河胡说八道 为什么 因为连克鲁曼 这位反中的经济学者 而且圣诺贝尔的经济响的得主 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他都看不下去了 他那么的反中的人 都看不下去了 说你胡说八道 也要有一点点分寸 你至少要像我一样 有点分寸的胡说八道 你这个胡说八道 已经超过了 为什么呢 他说中国抢了 美国人的制造业 可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的制造业最早 被抢走的一大批 是日本的经济发展 对 日本抢走的一大批 然后接着就是亚洲四小龙 抢走第二批 所以美国的制造业 就开始空洞化 那是为什么 因为当它的各种成本上升以后 日本说我可以制造更便宜的 那当然美国的企业就搬走了 就搬到了日本去 然后后来日本的也成本上升了 美国的制造业就搬到台湾韩国等等 这些地方来 然后当我们的成本上升了以后 他们又搬到中国大陆 现在有一部分就搬到越南 东南亚等这些国家 这个就是一个移动性的一个问题 可是大陆因为很清楚知道 制造业不能从自己的国家流走 所以大陆就用各种办法 例如说用AI 或是用生产机器人 薪质生产力 薪质生产力 所以它就维持了它的制造业的一个总量 现在中国大陆制造业的总量 大概占全世界三分之一强 而是美国人快要两倍 应该讲是一倍 就是美国人的百分之两百 然后美国再加G7的六个国家 加起来不到一个中国 那你想对美国人来讲 对G7的国家来说的话 那他们等于是整个制造业都输中国了 总和加起来抱团都输中国 你说他们内心里面恨不恨 恨可是问题就是你能怪谁呢 你自己掏空自己 对你自己把自己掏空 而中国很清楚的知道 它不能够走G7的老路 所以它想方设法的 让制造业留在自己的国内 不要忘了 它充分利用全自动化 充分利用AI来降低成本 这就是中国后发优势 而且中国人自己知道 我不能够让制造业留走 是你欧美人自己让制造业留走 你还怪别人 是 赖老师曾经他也讲过说 中国大陆当初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也有很大一个辩证当中 因为美国这条路大家都知道 他会想要赚快钱服务 当然他这个赚的钱比较多 高价值的东西 但是中国大陆知道 这个制造业是一国之母 不能够荒废 好 那说到制造 现在让美国或西方国家 那个羡慕嫉妒恨的就是制造能力 尤其是造船的能力 那中国大陆造船能力很强 各型的舰体都造得出来 那尤其是美国CSIS 非常的紧张公布了这个报告 就讲了中国大陆076的大型 两栖的攻击舰 要在明年下半年下水了 美国也紧张死了 然后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双舰岛电子弹射 5万吨大排放量 然后它的长呢 260米宽 52米 面积来到一万三千五百平方米 等于三个美国足球场这么大 世界上最大的两栖攻击舰了 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呢 长 宽都比不上了076 日本出云都航母了 也是输了 那重点是呢 它还可以放什么 直升机啦 登陆艇啦 这些通通都可以 还可以弹射五人机 这个 让美国人痛苦的地方 就在于这艘战舰 这艘战舰还在打造中 但是美国是根据它的间谍卫星 拍摄到的这个照片 然后开始去计算 它的这个面积的大小 而且大陆也不怕你看 也就是说你要看就给你看吧 但是我们的关键技术都会盖起来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尺寸的规格中 美国就开始化了 化出来以后就发现说 有电磁弹射能力 那弹射什么呢 那就换言之也就是说 有一些固定翼的舰载机会上舰 然后也很明显的发现 好像这个无人机也会上舰 就大型的无人机会上 固定翼的舰载机会上 空中预警机会上 而且呢 本身的直升机 也就是 这种通用型的直升机 也会上舰 而且至少有四个机位 甚至到六个机位不等 这个让美国的压力就很大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通用型的舰载机 它本身不但可以把战斗员 从舰上送到岸上 或是送到岛上 它也可以进行 空对于地的一个支援作战 就是我们讲的空地一体战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舰载机 还有无人机 所以等于是空海空地的一体战 就这样子一个立体的战斗的 结构就形成了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具有航母的功能以外 它还具备的就是两栖攻击舰的功能 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还可以把气垫船放出去 气垫登陆舰 它本身又可以装载 这个装甲车或是坦克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它已经是一个多功能的两栖攻击舰 平头的 不是尖头的 过去他们所看到的 例如说071 071的是尖头的两栖攻击舰 可是它现在看到的是平头的两栖攻击舰 前面甲板可以放下来的时候 坦克或是装甲车也可以就直接上去了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两栖攻击舰 比美国跟日本现在服役的两栖攻击舰 还要强大 那美国怎么办 美国第一个要不就是造新舰 可是美国的造舰能力又不足 那以现有的两栖攻击舰 又落后于你新造的两栖攻击舰 而且中国大陆的两栖攻击舰的 建造能力这么的强大 当它第一栖 一出来之后 一出来了以后 那经过验证交付给海军使用 中国大陆只会一直叠加的 叠代的优化生产 然后马上就进入量产 那这样的话你说离岛的攻击 美国哪里有优势 美国一点优势都没有 那这样的情况各位想想对美国人来讲 我原本是一个海军陆战队海权的大国 现在中国大陆不但是一个陆权的大国 而且也已经在未来更将是 全世界超级的海权大国 那我美国该怎么办 对啊 我都输了 我陆军输你 我连海军空军 海军乱云地都输你 那我美国难道要俯首称臣吗 所以对于我美国人来讲的话 但我不是美国人 我也不喜欢当美国人 但我要讲的就是 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他当然要用 已经用掉的十年 跟未来的十年 想办法要把你中国打趴嘛 但是打得趴吗 打不趴 对啊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 你美国如何把中国打趴 对 但是就会担心说 美国用的是代理人 尤其是亚洲的这些 很多的他的所谓的盟友们 会不会真的往前冲变马前卒呢 包括了日本 包括现在赖清德执政的台湾 还有呢 菲律宾都是如此 我们担心是这样子 另外再来看到 你看076呢 真的是在登陆战 非常的强 他结合075 他可以登陆 还呢 就像准航母一样 那尤其他准航母 航母还像的是什么呢 就像福建建 就像福特号一样 因为他可以电池弹射 所以呢就跟你美国不一样 因为美国根本就不能谈 这个无人机的这系列 所以他可以谈 071 075可以谈呢 076可以谈 攻击11 无尖7 还有彩虹 这些相关的系列 那更别说呢 重大造建能力 还有另外一款也引发关注了 是039 这个系列的潜体 它是常规的 但是呢 它有更新型的041 这些常规的动力的潜体 那重点是被捕捉到 有X型的尾舵 垂发系统 崛气推进等等的 因此呢 它可以怎样 更没有噪音 还有呢 它呢 因为吹齿发射系统更强了 所以可以发射 潜射英纪84啦 还有英纪18啦 常见石等等的 这个就是 中国在整个军工企业的 发展的理念 跟美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 这个分歧点 就看得很明白了 美国它因为 它是一个侵略型的 对外扩张型的一个大国 所以美国当它发展出 核动力潜艰了以后 美国就认为 常规的这种 柴油动力潜艰 它落伍了 功能不行了 所以它就把它淘汰了 因此美国全方位的 就是发展 这种核动力潜艰 核动力潜艰造价昂贵 体积比它大 但是不够零巧 但是作战能力很强 不管是战略型的 也就是发展 洲际弹道导弹的 或是攻击型的 核动力潜艰 美国都是有巨大的攻击力 可是问题是 如果是在于近海作战 也就是靠近自己的海域 当然不是白水海军 是靠近自己的海域的时候 那潜艰战中 其实大家都知道 除了空中的反潜能力 反潜战 水面舰队的反潜战以外 其实潜艰对潜水 就是潜艰的战争 其实还是要靠的是潜艰 数量要多 数量要多 要灵巧 然后要安静 然后它的本身的攻击活力要强大 要有这几个特点 那你数量要多的话 你就必须不能够太贵 不能够太昂贵 而核动力潜艰 虽然它解决动能的问题 可是它造价贵 它的体积太大 那中国大陆的军工企业的发展中 就是不会把自己 过去的这些王牌 随便把它抛弃 所以在发展核动力的战略 跟战术型的潜艰的时候 中国大陆还保有 这个柴油动力潜艰 您所介绍的039 就是如此 那也就是这种柴油动力潜艰 它的优异性 第一个它的造价比较便宜 第二个它本身是用电瓶来推进的 也就是说它的缺点就是 它要浮上水面 然后去充电 然后再潜下水里面 可是由于在自己的海域 自己就占有绝对的优势 我可以保护它逆中 然后等到充完电以后一下去 一下去又可以执行30天以上 尤其根据电瓶的一个改良 也就是说电瓶越改良 那么作战能力越强 蓄电力越强的话 那每一次充电后 在水下的活动力就更久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安静 它灵活性强 而且我把原来十日型的螺旋桨 改为这个叉日型的 那因此它的升幅更加的灵敏 然后再加上气动等等的各种 这样的一种设施 使中国大陆的这个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见 它的优异性就表现出来了 所以它可以生产制造更多 那德国原本配合美国去制裁中国的时候 不供应你发动机 那当时也引爆了 这个泰国拒绝购买 那中国可以啊 那你拒绝购买这个订单黄了 那就黄了嘛 中国自己做出来 一旦中国做成功以后 泰国的军事人员再来一看 呦 性能很好啊 很好啊 安静啊 眼力啊 是啊 那这个时候对不起 就用了 那没有德国的也没关系了 我还是要买 那中国大陆除了卖给泰国以外 自己也开始量产 那换言之也就是 德国的企业就少了中国这个 巨大的客户制造的 怪谁啊 怪谁啦 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说 美国围堵中国大陆 然后配合美国围堵大陆这些公司呢 你吃了亏 这个订单回不去 反而呢却帮助了中国大陆崛起 真的是谢谢你们打压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